在正式開始上摩擦率之前 我們問各位一個問題 先開始準備思考 這個問題等一下會再問一次 反差 我現在輕輕的壓在上面 很容易就掉下來 我用力的壓在上面 就不會掉下來 問題 為什麼我用力壓就不會掉下來 問題 為什麼不會掉下來 為什麼輕輕碰會掉下來 用力壓不會掉下來 這個件事情我待會再問一次 你可以開始思考 你可以開始思考 想一下為什麼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教 所謂的摩擦力 摩擦力就是一個阻力 它會在一個東西阻止我運動 所以粗糙的面上不容易推動 那就是因為有摩擦力的關係 所以摩擦力就是在兩個物體之間 然後產生一個阻止物體運動的外力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基本上就是阻止東西運動 阻止東西運動 叫做所謂的摩擦力 有所謂的進摩擦跟動摩擦 進摩擦就是 東西還是靜止的時候 有一個五公斤的東西 我用力二十克重拉它 它還不會動 我已經有施力 它還是不會動 表示它有一個摩擦力跟我抵消 那麼力量就是跟我的外力一樣大 這個時候它還沒有動 所以叫做進摩擦 我施力二十克重不動 進摩擦力就是二十克重 我施力三十克重不動 進摩擦力就是三十克重 所以我們告訴你 進摩擦力不是定值 所以看到這邊 它是一個斜直線 所以表示外力有多大 進摩擦力就會有多大 這是一個重點 這是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呢 就是我們的施力 跟我們的進摩擦力是一樣大 施力跟進摩擦力是一樣大 施力等於進摩擦力 所以我的外力跟我的進摩擦力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然後把它抵消掉 就是我的進摩擦力 這是個重點 施力會等於我們的進摩擦力 那麼這裡 就剛剛跟你講說 我施力 我施了一個力量 然後這裡推 它不會動 因為我們底下會有一個摩擦力 注意 我這個摩擦力畫在下面 因為它是產生在接觸面的地方 這樣就有個問題 自然的力量大小有相同 方向有相反 有沒有在這條直線上 沒有 也表示沒有達到我們要求的精力離衡 對 這個情況 這個東西有可能會轉動 有可能會轉動 但是因為轉動的東西 我們要到國三才交 所以我們現在不管它 就當作它不會轉 就比較掉 平衡量就可以了 我們就不理它了 但是實際上 這個情況下 是有可能會產生轉動的 但是我們把它忽略 那麼 你最後 你一直用力 一直用力 最終它總會開始動 這個動 叫做所謂的動摩擦 動摩擦會比所謂的最大劑摩擦力小 最大劑摩擦就是 拉到它恰好可以開始動到最大劑摩擦 那麼已經動了 就表示 你沒有抵掉那個最大劑摩擦 所以你的力量要比較小一點 所以呢 動摩擦力會比最大劑摩擦力要小 動摩擦力基本上是個定值 但是它會跟運動的方式有關 比如說你是滾動還是滑動 通常滾動的時候的摩擦力比較小 滑動的時候摩擦力會比較大 雖然會跟運動方式有關 但基本上是一個定值 在我們國中階段我們考試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摩擦力都是跟運動方向相反的 可是有些情況 外往上看起來摩擦力跟運動方向相同 比如說騎腳踏車的時候 腳踏車往前走就是因為摩擦力也往前的關係 但是呢這個細節我們會討論 高中生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我告訴他說這個時候發生是一樣的 實際上仔細分析它還是有相反 是因為輪胎向後爪所以摩擦力向前推 所以腳踏車向前走 但是你外表上看起來 你的摩擦力是跟運動方向相同的 但這種極少的例外 我們都當做不知道就好 國中的時候考試問你 你還是跟我說他都是運動方向都是相反 向左運動摩擦力就向右 向上運動摩擦力就向向